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第十四章 标准成本法 对于这张来说 我们涉及到两个问题解决 第一个问题 关于标准成本的注定 对于标准成本的注定 我们主要涉及到如下的三项 第一项是职业材料 第二项是职业人工 第三项是制造费用 不管是哪一项资源投入 我们都需要确定 它的标准的用量 和标准的价格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是关于成本差异的计算 涉及到成本差异的计算 我们也一分为二 首先变动成本的差异的计算 涉及到职业材料 职业人工 以及变动制造费用 那么分为价差和量差 第二部分呢 涉及到是固定制造费用的差异分析 有三差异分析 有两差异分析 好 我们首先复习第一部分 关于标准成本及其自定 这部分呢 内容比较少 也比较简单 我们看一下重点内容的回顾 首先我们对标准成本 进行一个区分 在这儿呢 有两个分类标准 第一个 根据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区分 分为理想标准成本和正常标准成本 对于理想标准成本 理论上的业绩标准 生产要是的理想价格 可能实现了最高生产经营能力的利用水平 所以对于理想标准成本 它是理论上的一种最低成本 这是实际成本下降的一种潜力 不许说为考核的依据 因为它没有考虑正常的耗费 它实际上考虑的是 一切都在理想的状态下 所形成的一种成本 而正常标准成本呢 在正常情况下 考虑正常的耗费 所得出来的成本 考虑了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 难以避免的损耗和低效率 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 有广泛的运用 那么具有现实性 激励性 这样的一种特例 在后面我们进行标准成本的制定 都用的是正常标准成本 好了 这是第一个分类 第二个 根据适用期 可以分为现行标准成本 和基本标准成本 现行标准成本 那是经常发生变化 根据适用期的不同 然后进行调整 那么 它是根据应该发生的价格 效率 和生产经营能力 利用程度来进行编制的 基本标准成本呢 一经制定 一般情况下 不做变化 它可以长期的 稳定的于使用 好了 只要生产的基本条件 没有重大变化 我们就不做改变 那么生产的基本条件 只能顺利一些呢 好 那么 涉及到哪些重大变化 基本标准成本 又需要于更改呢 我们后面再说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一块 简单地看一下 关于标准成本的一些 相关概念 那么接下来 涉及到标准成本的制定 刚才说过 那是关于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还有我们的制造费用 分别确定 它们标准的用量 以及标准的单价 对吧 那么 对直接人工 和制造费用来说 它的一个标准的用量 主要是 小时 每件 多少小时 一小时 来表示 它们的量 而对直接人工 和制造费用来说 它们的标准的价格 主要是 圆 每小时 一个小时 多少圆 单位啊 咱们稍微关注一下 那么对直接材料来说呢 可能各种不同的情况 有不同的体现 比如说 对直接材料来讲 它的量 可能是千克 可能是吨 可能是耗用的原材料的 键数 都有可能 好 但是后面这两个 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它们量的单位 那都是消失没见 它们架的单位 都是圆 每小时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部分 贴心题目的演练 两道题 第一道题 单向选择题 标准成本 可以按照不同的标数 来进行分类 其中适合于 分析成本变动趋势的 设计一个 分析成本变动趋势的 那么以此 作为标准 把这个标准成本 就作为一个标准 来分析 它的实际的成本 和这个标准的一个比较 既然你要分析 它的变动趋势 我们当然分析的是 多期 既然分析的是多期 那一定是一种长期的 所以 你中间这条水平线 这个基准 你可不能变 所以 适合分析 成本变动趋势的 那一定是 基本标准成本 选递啊 往下走 接下来 看看下面的单选题 单选题 甲公司制定了 成本标准的时候 采用的是 基本标准成本 这出现下列情况的时候呢 不需要修订 基本标准成本的事 哪些情况 不需要修订 选项A 主要原材料的价格 大幅度的上涨 需要修订 需要修订 选项B 操作技术改进 单位产品的材料消耗量 大幅度的减少 这需要修订 这也是我们的重大变化 选项C 市场需求增加 机器设备的利用程度 大幅度的提高 选项C 不需要修订 这是内部设备的利用程度 发生的变化 不需要 选项D 即使研发改变了产品性能 产品的售价 大幅度的提高 这需要修订 A B和D 都属于我们 重大变化 需要修订 不需要修订的 那是C 所以这二题 正确答案应该是 选择选项C 好 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个解析 对于基本标准成本 一经制定 只要生产的基本条件 没有重大变化 交不与 辩论的一种标准成本 所谓生产的 基本条件的 重大变化 指的是 指的是 产品的物理结构 发生了变化 重要的材料 和劳动力的价格 发生了重大变化 生产技术 和工艺 发生了根本变化 好了 同学们 这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我们基本条件 发生的重大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修订 基本标准成本 好 看下面 由于 市场供求变化 导致销售价格的变化 和生产经营能力 利用程度的变化 由于工作方法改变 而引起效率的变化 这都不属于 生产的 基本条件变化 好了 这个呢 咱简单区分一下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一部分 关于标准成本的制定 基本上咱也就结束 我们解决了两个小问题 一 标准成本的分率 二 标准成本的制定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 关于标准成本 差异的分析 这些标准成本 差异的分析 这才是我们第14章 的重点内容 好了 看一下这一部分 重点内容的回顾 跟上我的思路 咱们一点一点的往下走 首先第一部分呢 是关于变动成本的 差异分析 变动成本的 差异分析 我们的研究的对象 是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以及变动 制造费用 这三大项 那么对这三大项来说 我们都可以区分为量差和价差 首先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但是量差和价差 所对应的专业术语 咱要记清楚 首先 直接材料 它比较简单 就叫价差 和量差 对吧 直接材料 价差和量差 它就直接叫 而对于我们的 直接人工来说 它的价差 我们把它叫做 工资率差异 它的一个量差呢 对于量差来说 全面影响 量差 对直接人工来讲 那个量 不就是小时数吗 生产的小时数 所以量差 那就是小时数 之间的一个差异 所以小时数 就代表了这个效率的高低 所以它的量差 是效率差异 效率差异 那么接下来 变动制造费用 变动制造费用 它的一个价差 叫做耗费差异 它的量差 量差同样 叫效率差异 所以我们的 第一个问题 需要解决的是 这个专业术语 专业术语 别忘记 那到时候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人家就问你 这个我们耗费差异 工资率差异 你连价差和量差 都不知道 这时候就很难 把这个计算公式 给搞定 行 第二步 计算公式要搞定 那么实际上 要计算公式 在这儿 我们有两种方法 还能回忆起来吗 在结束阶段 我们同时介绍了 两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 叫做八字记忆法 哪八个字 括号里面 顾名思义 括号外面 价标量实 对吧 八字记忆法 所以你看 价差 括号里面 一定是价格之差 括号外面 那一定是 乘以实际数量 你看 用实际的价格 减去标准的价格 这实际上是 单价之差 单价之差 这括号里面 不顾名思义吗 括号外面 乘以实际数量 价标量 量 咱们用识 好 下面呢 用量差异 用量差异 括号里面 实际数量 减去实际材量下的 标准数量 所以括号里面 是数量之差 括号外面 括号外面 我们要乘以价格 用的是标准的价格 好了 这是八字记忆法 方法一 括号里面 顾名思义 括号外面呢 哎 价格量量实 方法二 还记得吗 321记忆法 我们分三步 第一步 基础公式 我们设计的 每一种资源的耗费啊 它的一个 总体的成本费用 都是产量 乘以单号 再乘以单价 那么 321记忆法 说的就是 30G 20G 所以 这三个参数 第一步 实际的产量 乘以 实际的单号 再乘以实际的单价 这是我们 这项资源 耗费的一个实际数 好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呢 两实际 前面 实际的产量 再乘以实际的单号 再乘以标准的单价 两实际 第三个呢 是实际的产量 再乘以一个标准的单号 这是一个标准的单价 这是一实际 321记忆法 这样呢 用1-72 你看 1-2 那就是单价值差 是吧 前面都一样 单价不同 所以1-2 价差 2-3 这就是量差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二步 公式 咱记住了 第三步 我们现在 对于辩论成本差践分析来说 我们针对了对象 注意 分析的对象 那一定是实际产量 你看 甭管是价差也好 还是量差也罢 对吧 再计算的时候 前面第一个 实际产量 它都是不便利 对吧 分析的对象 都是实际产量 那么第四个 如果算出来 这个差异为正数 代表的是超值 因为你一定用实际减标准 如果为正 实际大约的标准 A 这是超值 不利差异 那么如果为负呢 如果为负 代表的是节约 节约 这就是有利差异 好了 这是变动成本的差异分析 职业材料 职业人工 变动制造费用 分四步掌握 第一步 专业术语 第二步 计算公式 第三步 分析对象 第四步 有利还是不利 下面 对于 我们的固定制造费用的差异分析 所以到固定制造费用的差异分析 我们有三差异 有两差异 你把三差异搞定 两差异自然就没问题了 来 我们用3021记忆法 固定制造费用的差异分析 3021还记得吗 好 首先我们的第一步 还是基础公式 产量再乘一个单号 再乘一个单价 在这个地方 由于我们的分析对象 一定是固定制造费用 所以 这三个参数的单位 一定能够非常容易的确定下来 产量的单位一定是件 单号的单位 一定是每一件 耗用了多少个小时数 而单价的单位 一定是一个小时多少钱 对吧 这是第一步 基础公式 第二步 3021来列射 3021分别代表的是 实际产量 那一定是 前面是实际 后面是标准 第二 三 三实际 实际产量 乘以实际单号 乘以实际单价 这实际上就是 我们固定制造费用的实际数 这个实际数啊 往往 直接告诉 这是个已知条件 直接告诉 好了 这第一步 是吧 只见实际 不见标啊 全都是实际 那么第二步呢 只见标准 不见实 零 零实际 所以 用标准的产量 标准的产量 不就是它的生产能力吗 标准产量 就是它的生产能力 标准产量 乘以标准单号 乘以个标准单价 好了 这个单位啊 依然是上面这个单位 那么 这是第二个 全部标准 不见实 第三步 二 两个实际啊 实际的产量 再乘以实际的单号 乘以标准的单价 好 这是二 那一呢 实际的产量 再乘以标准的单号 乘以标准的单价 这样呢 3021 答案就记下来 接下来以后呢 这个3021啊 这个3021 都指的是实际 并且都排在前面 一定是前实际 后标准 好了 第二步列出来 已经差不多大功告成了 第三步 我们要记它的一个专业术语 我们用前面的 1减2 用前面的1减2 1减2 就等于耗费差异 然后用第二个式子 减第三个式子 得到 闲置能力差异 闲置能力差异 然后呢 3减4 是效率差异 这不就是我们的 三差异分析吗 三差异分析 如果说我们直接用2减去4 2减4 就得到能力差异 好 那在这儿呢 如果说我们用1 直接减去4 1直接减去4 这就是我们的总体差异 所以 从前往后 两两相减 就形成了五个差异 耗费差异 耗费差异 闲置能量差异 效率差异 能力差异 以及总体差异 接下来了吗 要记下来 接下来 过一会儿我们要用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部分 点心题目的讲解 第一道题 单向选择题 单元第一 加工师是一家模具的制造企业 正在制定模具的标准成本 加工一件该模具需要的 必不可少的加工厂的时间 90个小时 设备的调整时间 一个小时 必要的工坚休息时间 是5个小时 正常的废品率是4% 请问 直接人工标准工数是多少个小时 给你们一看 现在我们制定的标准成本 那往往都是正常的标准成本 必不可少的加工时间90 正常啊 调整时间一个小时 正常啊 必要的工坚休息时间5个小时 这也很正常啊 所以啊 我们加工一件模具 就消耗 90再加上1 再加上5 就96所以就选B 对不对 不对 不对 为啥 废品率是4% 咱们花了96个小时 咱们能生产出一件 完全合格的模具吗 生产不了 咱们生产完全合格的模具 只能生产0.96件 所以 96个小时 只能是0.96件 两者相处 我们如果说生产一件 完全合格的模具 就需要100个小时 正解答案 选D 那千万不要选了B 继续 看看下面这道单选题 单选题 如果职业人工的效率差异 是1500元 标准工资率是5元每小时 变动制造服用的标准分配率 是1.5元每小时 请问 变动制造服用的效率差异 是多少 首先 效率差异 是价差还是量差 效率差异 它一定是量差 所以它等于 实际产量下的 实际用量 减去 实际产量下的 标准用量 再乘以 括号里面是量 括号外面一定是价 怎么价 标准的价 好 现在我们把相关的参数 给它带进去 同学们一看 变动制造服用的标准分配率 1.5元每小时 这不就是标准的单价吗 1.5元每小时 那么前面那部分 咱们怎么计算呢 咱们计算不出来 还有其他的条件 同学们一看 人工效率差异 那不还是咱们的量差吗 所以你看人工效率差异 人工的量差 它同样等于 实际的量 减实际产量下的 标准的量 再乘以 它的分配率 它的分配率多少 5元每小时 就等于 就等于 直接人工的效率差异 是1,500 那你看 对于我们的变动制造费用 和我们的直接人工 它们的量都是小时数 所以你看前面说 实际产量下的 实际小时数 减去实际产量下的 标准小时数 是 括号里面的部分 你看下面 那同样 实际产量下的 实际小时数 减去实际产量下的 标准小时数 所以我打波浪线的 这两部分 应该是一样的 既然如此 在下面这个式当中 括号里面的部分 那应该是300 上面括号里面 它的一个数值 同样也应该是300 所以300再乘4.5 这要求的正确答案 450就出来了 好 这是这套单选题 继续 看下面这套单选题 只用三因数分析 固定制造费用差异的时候 固定制造费用的 弦次能力差异式 是哪个 是我们的2-3 好 3021 四个四子 如果是1-2 啥呀 耗费差异 2-3 啥呀 闲置能力差异 如果是 3-4 这是我们的 效率差异 所以技术啊 给你们一看 他说固定制造费用的 弦次能力差异 它就应该是 用 标准的产量 再乘以标准的单号 再乘以标准的单价 标准的单价 然后再减去 302啊 减去2 2呢就是 实际的产量 再乘以实际的单号 再乘以一个 标准的单价 你看这两者一相见 讲这些什么 你们一看 前面标准的产量 再乘以标准的单号 是不是 我们能够提供的 生产能力 标准的小数数啊 这是 多少件 再乘以 多少小数每件 所以上面这个四子当中啊 前面两线相乘 但是 能够提供的一种 生产能力 有多少个小数 而下面这个呢 实际的产量 再乘以一个 实际的单号 这就是实际 我到底用了 多少个小时吗 上面 假设算出来是 6000个小时 下面算出来是 5400个小时 说明 说明 本来给你提供 6000小时的生产能力 但是你实际上 只 耗用了 5400个小时 还有600个小时 不就闲置下来了吗 实际它是 实际公式 偏离 标准能力 而形成的一种差异 生产能力 被悬置下来 所形成的差异 所以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选择 选项A 好了 来 我们再来看看 BCD到底 说的是什么 相比 实际费用 与预算费用 之间的差异 实际费用 那不就是 全部实际 不见标吗 那就是我们的 第一项 三实际 一相乘 那么预算费用呢 全部标准不见识 三个标准相乘 这不就是我们 3021的第二吗 1-2 这选项B 说的是耗费差异 想C 实际公式 脱离实际产量 标准公式 所形成的差异 实际公式 脱离实际产量的 标准公式 形成的差异 这两者相解 你看 实际产量下的 实际公式 减去实际产量下 的标准公式 你想 这啥 这不就是 我们的 三 减去四 这 应该是我们的 效率差异 想定 实际产量 标准公式 偏离 生产能力 所形成的差异 对学样D来说 你想 实际产量的标准公式 那 这不应该是 我们的第四项吗 实际产量 再乘以它的一个单号 标准单号 再乘以一个标准单价 和生产能力 生产能力 这不就是我们的第二项吗 四和二 这两者的差异 这是能力差异 所以这二题 正确的答案 悬置能力差异 那是选A 单选题 实际进行固定制造服用 差异分析的时候 可以使用三因素分析法 现在关于三因素分析法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 选A 固定制造服用的耗费差异 应该用固定制造服用的实际成本 减固定制造服用的标准成本 对于固定制造服用的耗费差异 它是我们3021当中的1-2 第一项 固定制造服用的实际成本 这没啥问题 但是第二项 是三个标准一相乘 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三个标准一相乘 你看标准产量乘以标准单号 再乘一个标准的单价 我们往往把它叫做固定制造服用的一个预算数 而不叫做固定制造服用的标准数 固定制造服用的标准数 它往往是在实际产量下的一种标准成本 那固定制造服用的实际成本 减去实际产量下固定制造服用的标准成本 这实际上是固定制造服用的总差异 后面这两者相减 实际上是我们前面的1-4 是固定制造服用的总理差异 在实际产量下它的一个实际成本 减去实际产量下它的一个标准成本 相比固定制造服用的闲置能力差异 等于生产能力再减去10亿公尺 是一个固定制造服用的标准分配力 对吗 对了 闲置能力差异是2 再减3 你想第二个式子是0 第三个式子是2 那么左右前面两项不同 那么如果说前面两项 那2这个式子当中 你想想前面两项是啥 标准产量再乘一个标准单号 那不就是提供的一种生产能力吗 而我们3前面两项都是实际 实际产量乘于实际单号 那实际耗用的小数数 是吧 两者相减 闲置能力差异 没问题 接下来选上C 固定制造服用的效率差异 固定制造服用的效率差异 那一定是刚才列史当中的 3再减去4 那是3021当中的2减1 所以用实际公式再减去 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公式 一定是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公式 再乘一个标准价格 相比 三因素分析法当中的闲置能力差异 与两因素分析法当中的能力差异 是相同的 当然不同 三因素分析法当中的闲置能力差异 再加上效率差异 就等于两因素分析法当中的能力差异 所以这道题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选B 好 接着我们下走 看看下面这道历年考题 单选题 假企业生产X产品 固定制造服用预算是12万5千元 全年产能是2万5千个小时 单位产品的标准公式是10小时 2019年实际产量2000件 实际耗用公式是2万4千个小时 固定制造服用的闲置能力差异 数多差 好了 我们把四项能够列出来的 尽量列出来 1234 3021 第一项 三个实际相乘 得到它那个实际的一个成本 固定制造服用的实际成本 它没告诉 没告诉 但是我们把能够确定的实际参数 给它确定出来 第一个参数 实际产量是2000 第二个参数 实际的单号 实际的单号 实际用公24000个小时 再除以2000件 所以每一件 那应该是24000 再除以2000 当然实际的单价我们不知道 是吧 不知道 别管它 好了 第一项 三个实际 那么第二项呢 是 第二项 是三个标准 最终算书 它的一个预算数 这个三个标准呢 实际上它就等于 125000 三个标准相乘 就是它的一个预算总数 125000 当然在这儿呢 为了让同学们 更加熟悉 我依然 把它的三个标准 给确定出来 首先同学们一看 全年产能 是25000个小时 单位标准公司呢 是10个小时 所以我们的标准产量 或者说我们的预算产量 是不是应该是 2500件 预算产量2500件 再乘以每一件 标准单号 10个小时 再乘以 我们的标准单价是多少 标准单价 是不是一个小时多少钱呢 是吧 所以125000 再除以 总共 25000个小时 好 这样呢 一个小时 5块钱 这是第二项 实际上你算出来 那就是125000 那么第三项 302 第三项是 两个实际 一个标准 两个实际 来 实际的产量2000 再乘以 实际的单号 24000 再除以 2000 好 再乘以 我们标准的单价 标准的单价 这不有吗 5元每小时 第四个 3021 只有一项实际 所以2000 实际的产量 再乘以标准的单号 标准的单号 一件是10个小时 再乘以标准的单价是 这不就 3021 列出来了吗 四项四 1-2 耗费差异 2-3 闲置能力差异 3-4 效率差异 那么对这道题目来说 需要计算的就是 2-3 2-3如果算出来为正 代表不利差异 算出来为负 代表的是有利差异 好了 我们下去 给自己算一算 这个地方 你看这是25 24 是吧 那一减呢 就是1000 1000乘以5 那5000倍 由于是正 不利差异 所以正确答案 选A 不利差异是5000 往下走 看下面的单选题 某公司生产单一产品 实行标准成本管理 每一件产品的标准公司 三个小时 固定制造费用的标准成本 是6块钱 好了 注意下 在这个地方 他告诉的是 固定制造费用的标准成本 是6块 他的前例是啥 前例是每件产品 每件产品的固定制造费用 标准为6块钱 企业生产能力 为每月生产产品400件 7月份 公司实际生产产品350件 发生固定制造费用2250元 实际公司1100个小时 根据上述数据 我们来计算固定制造费用的 效率差异 好 这道题有两种做法 第一个 固定制造费用的效率差异 和变动制造费用的效率差异 它的计算是一样的 我们依然可以用八字记忆法 括号里面 顾名之意 括号外面 价标量实 好 来 走一个 那么 现在是效率差异 那是量差 括号里面 实际的小时数 是1100个小时 再减去 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小时数 实际产量350件 每一件 它的标准小时数 三个小时 再乘以 括号外面 是标准的价格 一个小时多少钱 一个小时多少钱呢 标准公司 是三个小时 与之对应的标准成本呢 是6块钱 所以一个小时 那应该是2块 对吧 好了 这可不可以 可以 固定制造费用的效率差异 和变动制造费用的效率差异 那计算公司按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 如果说图名要复习一下 3021记忆法 我们来稍微列一下 第一项 三实际 三个实际一相乘 那不就是实际发生的 固定制造费用吗 在这条题目当中 2250呢 第二项 三标准 全市标准不见识啊 三标准 三标准 首先 生产能力 每月生产400台 这是生产能力 再乘以 标准的单号 一键要三个小时 标准的单价呢 一个小时 两块钱 是吧 好 这是 0 三零 第三个设置呢 就是二 两个实际一个标准 第一个 实际产量 350 第二个 再乘以 实际单号 实际单号是多少 实际公司是1100 再乘以350 这就是每一件 所耗用的实际小时数 实际单号 再乘以标准单价2 第一四项 一个实际 350 实际的 生产量 再乘以标准的单号 三个小时一件 乘以标准的单价A 这样呢 一减二 耗费 二减三 闲置 能力差异 三减四 这不就是我们的效率差异吗 同样的 能搞定它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 看下面这条题 下面这条题 下列个想当中 属于直接人工 标准公司 组成内容的事 就牢牢记住两个字 拉两个字 正常 正常的 才有资格 进入我们的标准成本当中 不正常的 你没资格 所以想A 必要的间隙和停工时间 那是必要的 当然正常 想B 不可避免的废品 耗用时间 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 那当然正常 比方C 由于生产作业计划 安排不当 产生了停工工时 由于生产作业计划 安排不当 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 不正常 不能进入我们的标准成本当中去 讲理 直接加工操作 必不可少的时间 正常的 可以进入我们的标准成本当中去 实际这条题 正确的答案 A B 和D 继续 看下面这条多项题 试定正常标准成本的时候 直接材料 价格标准 包括哪些 那么 直接材料价格标准 我们包括如下的几项 第一项 运输费 肯定有 第二项 仓储费 没有 仓储费 不包括在直接材料价格当中 入库检验费 这包括 运输图当中 合理的损耗 这包括 当然 还包括 直接材料的发票价 你去买直接材料 花了多少钱 当然构成本的标准价格 好 这是我们这条题 A C D 继续 下面这条题 下面关于 直接人工标准成本的制定 及其差异分析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有 像A 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 受使用临时工的影响 对吗 对了 那么 正式职工一个小时加班 给150元 150元 每小时 现在我们用临时工 临时工一个小时加班 给15块钱 这是不是 我们的工资率 就发生了变化 由此 影响了 职业人工工资率差异 没毛病 相比 职业人工的效率差异 受工人经验的影响 你想 啥是效率 老工人 熟练工 老司机 他的效率就高 新朋友 是吧 新司机 新工人 他的效率就低 所以 选项B 受工人经验的影响 没问题 选项C 直接人工的效率差异 等于 实际工时 减标准工时 再乘一个实际工资率 显然不对吗 考我们八字记忆法 实际工时 减去以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工时 再乘以 价标量时 标准 我们要用 这个价 我们要用标准了 对吧 不是实际工资率 而是标准工资率 项C 直接人工标准工时 包括调整设备的时间 是的 正常的调整设备的时间 不可避免的时间 当然都包含在例 所以这二题 正确答案 A B和D 继续 看下面这道多选题 在进行标准成本差异分析的时候 通常把辩论成本差异分为 价格脱离标准造成的价格差异 和用量脱离标准造成的数量差异 两种类型 这不就是价差和量差吗 下列标准成本差异当中 通常应该由生产部门负责的 用类型 生产部门负责 说明生产部门能够掌控它的发生 选项A 直接材料的价格差异 这一般情况下 采购部门负责 采购部门出去买东西 进行溢价 价格差异 采购部门负责 直接人工的受用差异 你直接人工不就是 你这个生产车间 生产部门 你在使用吗 用得多用得少 那不你说了算吗 所以要负责 选项C 变动制造服用的价格差异 以及变动制造服用的 数量差异 C和D都设计的是变动制造服用 变动制造服用 那往往是由机器设备所产生 而机器设备都在你生产部门 都在你生产车间 所以 不管是对变动制造服用的价差 还是量差 咱们的生产部门都得负责 所以这条题 正解答案 应该是B C和D 往下走 看下面在那儿多小题 多远题 下列各项当中 依照成材料数量差异的情况有 理解 形成它的量差的 优化操作技术 节约了材料 我们的用量就少了 量差自然就得以改善 机器或者工具 不合适 多耗了材料 那么量差的一种反应 形成C材料运输保险费提高 运输保险费提高 那么这部分费用最终体现在我们价格里面 这引起的那一定是价差而不是量差 形成D 工人操作疏忽 导致费品增加 这一定是数量方面的差异 量差 所以这条题正确答案应该是A B和D 继续 看看下面这条多选题 下列各项原因当中 属于材料价格差异形成原因都有 那和我们的标准价格相关的 都属于我们价格差异形成原因 材料运输保险费率提高 那当然我们的标准价格提高了 运输过程当中 数量好增加标准价格增加 加工过程当中 损耗增加 这是用量增加 那这个用量增加 应该体现为量差 储存过程当中 损耗增加 储存成本 不体现在我们材料价格当中 所以它也不会有时影响 价格的差异 所以这条题 正确答案应该是A和B 继续 看下面这条多选题 下列关于职业材料 标准成本的注定 及其差异分析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用 想A材料的价格差异 会受进货批量的影响 对啊 很有可能我们这次买的比较多 一次就买了100吨 那对方就打了个折 打了个99折 这时候 你看我们的实际的价格 就发生了变化呀 所以受进货批量的影响 相比 直接材料的价格标准 应当考虑运输过程当中 正常的损耗 没问题啊 在运输过程当中 正常的损耗 应该进入 直接材料的价格标准当中去 想C 数量差异 全部应该由生产部门来负责 错误 一般来说 数量差异 应该由生产部门来负责 因为你生产部门 使用了原材料 但这仅仅是一般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我们不应该由生产部门来负责 比如说 采购部门买的原材料 有这个质量不合格 拿过来用不了 多耗了 那可是正常的 板子不能打在生产车间的身上 应该打在采购部门的身上 对吧 所以选要C 抽 选要D 实际材料的用量标准 应考虑生产当中 正常的废频损耗 没问题啊 应该考虑生产当中 正常的废频损耗 正确的答案 A B和D 看下面这道 多项形容题 某产品的 单位产品的标准产品为 工时消耗 三个小时 变动制造费用 小时分配率 五元 那就是五元每小时 标准单价 固定制造费用 小时分配率 是两元 两元每小时 本月 实际生产产品呢 是500件 实际用工 1400个小时 它的生产能力 是1620个小时 实际发生 变动制造费用呢 是7700 发生固定制造费用 是3500 下列关于 制造费用 差异的阶段当中 正确的用 假设 现在就在考场上 时间仅任务中 已经没有时间 来列 什么3021 或者说321 等等等等 我们直接来用 首先你看一下 A和B A和B 研究的都是 变动制造费用 那么 它的耗费 是价差 效率 是量差 来 我们尽快地 来列一下 首先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价差 括号里面 单价之差 那你看 变动制造费用 实际 7700元 实际用工 1400个小时 所以它的实际单价 7700 再数于1400 再减去 它的标准的单价 是多少 5元每小时 再乘以 再乘以 我们括号外面 价格量时 应该是 实际的小时数 那就是1400 这样 你马上就可以得出来 这个地方 5再乘以 1400得到7000 7700 再减去 7000得到700 所以 浪费差异 7000 没问题 是吧 下面呢 效率差异 效率差异 括号里面 小时数之差 实际小时 1400 再减去 实际产量下的 标准小时数 实际产量是 实际产量是500件 再乘以 每一件 标准的小时数 三个小时 括号里面 小时数之差 括号外面 标准的单价 标准的单价 都告诉了你 辩论制造费用 小时分辨率 5元每小时 这样你看 1400减去1500 负到100 再乘以5 负到500 标准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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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耗费差异 是超市不利差异 标准正确 选拆的 节约有利差异 好 接下来 选C和选D 固定制造费用 首先 它的耗费差异 耗费差异同盟一想 那不就是 第一项减第二项吗 3021当中 那也是 30G减010G 好 那么30G形成 我们实际的固定制造费用 3500 再减去 再减去 三个标准 生产能力是 1620个小时 再乘以 它的单价 标准的单价 是2月每小时 所以 我们的三标准一相乘 那实际上就是 标准的 这个预算产量下 标准的小时 再乘以 标准的单价 这样呢 两者相乘 3240 3500减 3240 那 260正确 两者相乘减 260 选D 闲置能力差异 你们想 闲置能力差异 是不是我们的 第二项减第三项啊 第二项 1620 再乘以2 减去第三项 第三项是两个实际 实际的产量 再乘以一个实际的 单号 实际的产量 乘以实际的单号 那不就是实际小时数吗 实际小时数 140 再乘以 标准单价2 你这样一看 前面是 1620 减去1400 那不就是 220吗 220 乘以2 得到多少 400次 所以在这儿呢 应该是 440 闲置能力差异 440 所以这要提 正确答案 A B C 就出来了 如果同学们 做得比较熟练的话 那应该说 花的时间 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率 来 往下走 我们看主观体 第一体 就算分析体 甲公司是一家生产经营 比较稳定的制造企业 甲定 只生产一种产品 并采用标准成本法 进行成本计算与分析 单位产品 用量标准 6000克每件 材料标准 单价为 1.5元每千克 2019年1月份 实际产量是500件 实际用量 是2500千克 直接材料的 实际成本是5000元 另外呢 直接人工的成本 是9000 实际耗用工时 为2100个小时 经计算 直接人工的效率差异 是500元 直接人工的工资率差异 是负的 1500 它的要求 很简单 就三个 第一个 计算单位产品的 直接材料的标准成本 哎哟 这真的很简单 每一件产品 它的直接材料标准成本 就是用 每一件产品 标准的用量 成一个标准的单价 前面都告诉 每一件产品 我们耗用6000克 前面还告诉 每一千克 它的标准单价 是1.5元 这两个数据相乘 每一件产品 它的直接材料标准成本 9块钱 第二个要求 好 计算直接材料成本差异 直接材料的数量差异 和直接材料的价格差异 先算它的 直接材料的总体差异 那么总体差异 我们应该用 实际产量 的实际成本 再减去 实际产量 的标准成本 好了 同学们一看 实际产量的实际成本 我们知道啥 好 直接材料的实际成本 你直接告诉 是5000元 这点去 实际产量下的 标准成本 我们实际产量 是500件 刚刚我们算出来 每一件的标准成本 是9块钱 这两则相减 等于500 总体 差异就出来了 超市了 超市了500 不利差异 下面我们来分别算 它的数量差异 和价格差异 数量差异 括号里面 数量之差为 八字记忆法 括号里面 顾名思义 好 实际的用量 2500千克 再减去 实际产量下的标准用量 实际产量是500件 标准用量 前面都说了 6千克每件 再乘以 价标量时 括号外面 用标准的单价 1.5元每千克 好了 这是我们的量差 价差呢 括号里面 单价之差 直接材料的实际成本 是5000元 实际用量 是2500千克 所以我们的单价 单价 2块钱1000克 再减去标准的单价 是1.5元每千克 再乘以 括号外面 价标量时 乘以实际 实际2500千克 好了 上面算出来是多少呢 好 负到500i 再乘以 1.5 负到750 下面算出来是多少呢 在这里方是2 2解 1.5 0.5 0.5乘以 乘以2500 得到 1250 你现在 这两者相加 那不就是 我们总体差异500吗 好 量这块是节约了 价这块 那可是超值了 好 这是第二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 计算 该产品的 直接人工的 单位标准成本 这个标准成本 应该怎么算呢 好 咱们想想 对于职业人工来说 他告诉了 公司率差异是负到1500 那么 它的效率差异是500 说明 对于职业人工来讲 总体差异 两者相加 不应该是负到1000了 那么 总体差异又怎么算了呢 诶 你想 总体差异 实际产量 的实际成本 再减去 实际产量 的标准成本 这就等于负了1000 对不对 他就把40N列在这 你再一看 他说 直接人工的成本 总额是9000元 直接人工成本的总额是9000 那不就是实际产量 实际成本是9000吗 你反手一算 实际产量下的标准成本 那不就应该是 1万块钱吗 实际产量下的标准成本是1万 我们生产了多少件 生产了500件 所以 每一件 它的标准成本 就应该是 总体的标准成本 是1万 再出以 我们生产的 实际的 实际的产量500 这等于 每一件 每一件 不就应该是 20元吗 每一件的标准成本 就应该是20元 OK了 第三个小问 搞定了 好 往下走 我们看下面的 计算分析题 假公司生产某产品 预算产量是 1万件 单位标准公司 是1.2 小时每件 固定制造费用的 预算总共是 3万6 该产品实际产量 是9500 实际公司 是1万5千 小时 实际发生 固定制造费用 是 3万8 企业采用标准成本法 将固定制造费用成本 分解为 三差异 来进行计算与分析 好了 我们看一下 它的要求 它的要求 计算这一系列的差异 那么计算这一系列的差异 我们干脆 转到之前 我们的基本思路 是吧 3021 列四个四字 现在我们开始 对前面的3021 进行一个灵活的运用了 不再一一的区分 首先我们的第一项 是三十计 三十计一相乘 那就是实际的 固定制造费用的总额 在这道题目当中 是不是就是三万八 就是三万八 好了 这是第一项 那么第二项呢 第二项是零十计 零十计 预算产量 乘以标准的单号 乘以标准的单价 这不就是 它的一个整体的 固定制造费用的 一个预算总额吗 预算总额 它也告诉 是三万六 好 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 是两十计 同学们一想 这个两十计 前面的第一项 是实际的产量 第二项 是实际的单号 实际的产量 乘以一个实际的单号 那两者一合并 那么就是实际小时数吗 对不对 所以 两十计一相乘 实际小时数 实际公司数 已经直接告诉 是15000 再乘以 再乘以后面 后面 那可是标准的单价 那么15000是小时 后面的单价 一定是原每小时 一定是原每小时 好了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如何才能确定 它的一个标准单价呢 原每小时啊 来 总共 预算总额 是三万六 那么预算的总体小时数呢 哎 他说预算产量 是一万件 单位标准公司 是1.2小时每件 所以我们预算 总体的小时数 那是不是应该是 一万二了 这样 我们得出 预算的标准单价 就是三元每小时 这是我们的第三项 那么第四项呢 第四项 那不就是 一实际吗 一实际 就只有这个产量是实际 好 我们一看 实际产量 9500件 再乘以标准的单号 每一件 1.2个小时 再乘以标准的单价 单价在这 算出来吗 标准单价 三元每小时 三元每小时 好了 这样我们就把 一二三四四项列出来 一减二 耗费差异多少 两千元 然后呢 二减三 闲置能力差异 好 闲置能力差异 我还是给你们算算吧 在这儿呢 是三万六 这个地方呢 是四万五 哎呦 这一算 很简单 三万六减去四万五 负到九千 闲置 能力差异 那么三减四啊 效率差异 效率差异 咱们再一算 这个地方是一万五 一万五 减去 九五零零 乘以一点二 得到 三千六 再乘以三 好 这个三减四 我们的 效率差异 效率差异 是一万零八百 这不就搞定了吗 是吧 三差异分析 这就行了 好 我们对下答案 固定之后 负用的耗费差异 是两千 没问题 闲置能力差异呢 算出来 负到九千 没毛病 第三个 它的效率差异呢 算出来 一万零八百 哎呈 正确 完全正确 前面三个小问题 都搞定 最后 它的一个总体差异 总体差异 你可以用 前面的一 再减去四 是吧 也可以用 刚才所涉及到的 三个差异 一相加 也能得到最后的答案 三千八 由于是正 所以代表的是不利差异 OK了 搞定了 这两道 基础性的题目 下面 我们看一道 例年考题了 甲公司是一家 制造业的企业 只生产和销售 防滑瓷砖一种产品 产品生产的工艺流程 比较成熟 生产工人的技术操作 比较熟练 生产组织管理水平比较高 公司实行标准成本制度 定期 进行标准成本的差异分析 甲公司生产能力 是六千个平方米 2016年9月 实际生产了五千个平方米 你看生产能力浪费了 其他的相关资料 如下所示 好了 在这儿呢 有实际的消耗量 有标准成本的相关资料 这些呢 都告诉 上面是实际 下面是标准 好 资料就这么多 看一下它的要求 一二三四五 五个要求 总共八分 首先第一个 再减去 它的标准 它的标准的单价 1.6元每千克 再减1.6 再乘以实际的用量 实际用了多少啊 实际用了在这个地方 二万四千千克 这就它的一个价差 那它的一个量差呢 量差等于 实际以减标准 实际产量下 实际用量 回门看 实际使用了 二万四啊 再减去标准 我们前面说 我们生产了多少 生产了五千个平方米 所以五千个平方米 这是实际产量 再乘以 它的一个标准单号 那用量的标准 是五千克 每个平方米 实际再乘一个五 再来 实际 这个实际产量下 实际耗用 将其实际产量下的标准耗用 再乘一个标准单价 1.6元每千克 好了 这是价差和量差 就这样算出来了 算出来以后呢 两者相加 我们直接材料的成本差异 是负了四千 说明节约了四千块钱 好事 好 我们往下走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关于 直接人工的工资率差异 人工效率差异 成本差异 同样的 工资率差异 这属于我们的价差 扩里面价格之差 扩外面价格量是 扩里面 单价之差 那么实际单价是多少 在这 二十元每小时 再减去标准单价呢 十九元每小时 再乘以 实际的量 实际我们可以用了 五千个人工公司 所以再乘一个五千 这是我们的价差 量差那就是效率差异 等于 实际的工时数 我们用了五千个工时 再减去 实际产量 我们生产了五千平方米 再乘以 每一个平方米 它的标准单号 1.2小时每平方米 1.2小时每平方米 这是实际产量的 实际耗用 点击实际产量下的 标准耗用 再乘以标准的单价 价标量时 价格用标准呢 十九元每小时 好了 这样算出来一箱加 总体差异出来了 职业人工的工资率差异 是五千元 五千 那么它的一个效率差异呢 效率差异是负的 一万九 好 这是第二个小问 第三个小问 是叫做变动制造费用的 效率耗费差异 我就不给同学们算了 我们下去自己算 只不过要注意 它的小数数和前面的 直接人工的小数数不一样 人家单独的是八万 对吧 好 往下走 第一 四个小问 计算固定制造费用的 耗费差异 显示能力差异 效率差异和总体成本差异 来 我们四项 快速地列出来 第一项 全部都是实际 好 全部都是实际 固定制造费用 用了八千个小时 用了这个单价 十元每小时 所以我们第一项 三十计 实际上是一个已知数 用实际的总量 八千 再乘以 再乘以实际的单价 十元 对吧 这第一项 单实际 那么第二项呢 零十计 零十计 就应该用 它的 生产能力 六千个平方米 再乘以 每一个平方米 我们的标准单号 标准单号是哪啥 你看 一个平方米 那不1.5元吗 再乘以标准的单价 标准的单价 那不就是 8元每小时吗 好了 这是第二项 那么第三项 两十计 两十计 同学们一想 前面那两项 十计产量 再乘以一个 十计的单号 这不就是 十计的一个小时数吗 我们的十计小时数 来 八千个小时 八千 再乘以一个 标准的单价 八元每小时 那么第四项呢 是一十计 哪个十计 我们的 生产量是十计 生产量 五千个平方米 再乘以标准的单号 标准的单号 是 1.5元 每平方米 再乘以标准的单价 八块钱 这不就是 一二三四四项 列出来了吗 好了 这样呢 一减二 耗费差异 这耗费差异是多少 我算一算 为了和后面 我们来对一下答案 八万 再减去 再减去 在这儿呢 是 九千 再乘以八 九千乘以八 那不就七万二吗 七万二 八万减七万二 这八千 好 这是 耗费差异 那么接下来 闲数能力差异呢 在这地方 七万二 七万二 再减去 六万四 七万二 减六万四 那还是八千 这 闲数能力差异 还是八千 下面第三个 第三个是效率差异 六万四 再减去 这个地方 是十二 十二再乘以 五千 那不就六万吗 六万四 减去 六万 这样呢 得到四千 所以我们的三个差异 就这样算出来了 来对下答案 首先耗费差异 八千 没问题 其次 闲置能力差异 八千 也没问题 最后 我们的效率差异 四千 没问题 三个也相加 总体差异 是两万块钱 好了 这我们的第四个小问 基本上也就结束 第五个小问 即是产品成本的总差异 和单位成本的差异 总差异怎么算 现在那么多的差异 我们都算出来了 你又把 直接材料的差异 直接人工 变动次第复用的差异 固定次第复用的差异 全部加起来 这不就是我们的总体差异吗 二万二 那么现在 我们生产的是 五千个平方米 这五千个平方米 总共的差异 是二万二 所以二万二再除以五千 每一个平方米 它的一个单位平方米 的一个差异 四点四元 这就是单位的成本差异 好了 谈到这儿 咱们这道题 也就到此结束 做到题目结束 我们的第十四章 标准成本法 叫解禁尾声 对于这一章来说 最终重要的问题是 关于成本差异的计算 成本差异的计算 我们需要一页掌握 方法多种多样 来到我们的第二个阶段 希望同学们 把第一阶段 介绍的那些方法 熟练地进行运用 看到条件 那么哪些乡层 最终得到一个 什么样的指标 在脑海当中 快速地呈现 提高速度 提高正确力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十四章 标准成本法 也就复习到此 谢谢老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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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